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他会做的事 这个傻瓜在等一个人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出国留学的之后 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 傻子揉了揉眼睛 没错 他就是自己一直在等的人 激动的从山坡上出流了下来 之号警惕的瞅了瞅 这谁家的傻子 不认识 不由的加快了前进的脚步 努力躲闪了色情狂下流的目光 谁知这时傻子却喊出了之后的名字 我认识你吗 对不起 我忘了 那好吧 再见 说完一流眼跑了 可没走多久 之后的余光又扫到了他 他在干嘛 傻子像老鼠碰见猫一样 避开之后的目光 再次跑远 只剩下一只臭鞋 鞋被收破了大叔剪刀装了起来 之后对大叔说 这鞋是我的 捂着鼻子 从大叔那里取回了傻子的臭鞋 出国十年的女儿回来了 老爸和婶婶开心的不得了 深夜傻子在楼下一脸傻笑的盯着楼上的之号 第二天起床后 之后想去喝咖啡 走进一间小型咖啡馆 这里的餐具很不干净 咖啡上还扶着一层油渍 太倒胃口了 送门咖啡后 三排店员阿英又回屋里被摸腿去了 这时老板善叔走了进来 他嫌弃之后影响了他的正经生意 赶走了他 出门后又碰上了傻子 这销魂的姿势之后想起来了 他就是自己儿时的同学成龙 之后上前叫他的名字 成龙却扔在不停躲闪 对不起 我没忘不让你看见我 说完又跑了 这次又掉了一只鞋 傻子激动在街上乱跑着 因为他回来了 他等了他十年 小时候之后的钢琴弹得很好 成龙很喜欢在门口偷听的弹钢琴 这天之后的钢琴 不知被谁收成了花 有人说 很可能是整天泡在学校里的成龙干的 于是成龙成了纵火犯 唯有妈妈相信成龙 不是他干的 与校长距离力争 但没多久 成龙的妈妈也过世了 成龙只有一个朋友 咖啡店的老板善叔 原来那年是善叔在学校抽烟 不小心收了之后的钢琴 却害成龙背黑锅退了学 许是一直心怀愧疚 才与傻瓜成龙成了最好的朋友吧 成龙的妹妹叫真一 父母去世后 成龙一人担起了照顾妹妹的任务 或许别的事会忘 他却从不会忘记 每天早晨给真一做走餐 成龙在真一的学校门口 开了家三明治小店 他的手艺一绝 每次都会重复着同一句话 治疗伤口凡事林 治疗胃口三明治 一元钱一个 学生们每天上学前 都会光顾他的小店 只有真一嫌傻气寒孙的哥哥丢人 即使在他面前经过也假装不认识 这时之后来了 成龙在狭狭的空间内来回躲闪 之后有的也给自己做个三明治 成龙这才手忙脚乱的忙活起来 却忙中出错 将砂糖全洒了出来 好在味道还不错 之后拿出成龙的两只臭鞋 用他们冲底餐废 成龙傻笑了起来 抛弃小店向家中跑去 来买三明治的嫖客书 主动帮忙看起了店 婶婶告诉之后 其实成龙不是天生的傻瓜 一次煤气中毒事件中 成龙的爸爸用尽最后力气 将成龙推出屋的 自己却没能活下来 但成龙的脑部也受了损伤 这次事故后就只会傻傻的笑了 晚上成龙遇上之后后又要跑 之后问他原因 之后 之后不想看到我 之后让我走得越远越好 我不知道跟你说过什么 但那些都不算数了 成龙天后开心的笑了 他终于不用再躲之后了 见成龙的鞋子 已落了脚趾 之后强行间的脱下 换了双肤性的皮鞋给他 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收到之后送的鞋 成龙美坏了 原来当年 之后也以为是成龙收了自己的钢琴 一气之下说 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 这句话 成龙一直记到现在 之后却早已忘了 到家后 天上飘起了雪花 下雪了 成龙兴奋地穿着之后送的鞋 来到之后家门口 走着圈圈跳着舞 给之后表演 之后笑了 我从没见过走得这么帅的 你走这么老远来表演给我看 那个之后的琴声 让老天下雪了 听到钢琴 之后脸上 闪过一丝不易茶几的忧伤 成龙 我们约会吧 看你走路 弄得我也想走一走 下雪了 我们玩雪吧 二人一起向远处走去 咖啡馆里的三胚姐阿英 一直喜欢善叔 下雪了 善叔决定给他放天假 阿英约他 待会儿一起去市区喝酒 善叔同意了 阿英回家美美地打扮起来 却被一寨主强行约去别的地方 和善叔的酒也喝不成了 之后与成龙坐在雪中吃着包子 之后对成龙说 自己之前出了事故 之后便再也弹不了钢琴了 可钢琴是他的一切 他现在害怕的做梦都想去死 问成龙自己该怎么办 成龙当然不会回答 只是傻笑着回应 回去时 只好看着地上的脚印 想起成龙风才憋脚的舞步 不自觉笑了 他也在雪地中跳起了舞 像滑雪一样 宇哥感觉他太可爱了 梅后上酒的扇书将成龙找出来 有他陪自己一起买醉 扇书很快喝多了 成龙将他扶到了自己家 刺热起来 碰上了成龙的妹妹真一 真一直呼哥哥名字 称哥哥做的早餐是垃圾 话语中充满了对成龙的厌气 这个可爱的女孩 不喜欢他的哥哥 成龙却想起了妈妈的话 当妈妈不在了 你必须照顾妹妹 懂吗 成龙傻下的答应 这是妈妈留给真一唯一的礼物 我没时间了 之后再次来到星星咖啡馆 对扇书说 自己找回了一个遗忘很久的朋友 虽然他不会说话 还有点邋遢 但和他在一起时 心情就会好很多 扇书认出了他是之号 因为他们也是同学 只是之号也不记得他了 回去时又遇上了成龙 多年纪的那晚圣诞 是之后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 当时他因紧张 大脑一片空白 是成龙在门口大声唱这首歌 帮他记起了旋律 帮他完成了表演 二人再次一起来到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独知成龙十年来 每天都在这里等自己回来 之后他心里暖暖的 这天真一生病了 但他不想要哥哥知道 特意绕路回了家 成龙守得很晚也没等到真一 心里也急得不得了 在门口守了整整一晚 打断的时候 右手还被铁板烫到了 之后来找成龙 将他带回了家 原来真一早就回来了 成龙推开门关心 真一却大声 或者他不能进自己房间 让他离自己远点 看到妹妹已回家 成龙又乐了 挥手到别时 之后看见了成龙 被烫伤的右手 心疼得不得了 为成龙涂生药钩 帮他缠上绷带 还像妈妈一样为他洗头 洗过头后的成龙 成了精神帅小伙 只好勉勤地笑着 这次真的要走了 之后走后 傻小子穿着新皮鞋 哼着小星星 在院里跳了一圈又一圈 次日清晨 成龙做好走餐后 想进去关心 却又不敢开门 只好先走了 病重的真一 很满台经过小店 依然没给哥哥好脸色 午饭时 成龙从其他学生那里 得知真一病得很重 他撂下生意直奔学校 一间间教室寻找 终于找到了真一 将趴在桌上的真一 背去了医院 这次他又把鞋弄丢了 嫖客叔再次接下了 看店的任务 真是个好人 单书闻讯后赶到医院 主动提出替成龙照顾真一 固执的成龙却死活不走 这时单书接到了阿英的电话 被叫回来店里 原来阿英不想再当三排了 但债主不同意 因为阿英欠的钱 还用阿英的裸招威胁他 见阿英和善叔走得这么近 债主对他又打又骂 善叔忍无可忍 将他狠狠抱揍了一顿 债主哥偷偷抄起地上的酒瓶 也弄上了善叔的右手 成龙醒来后发现之后来了 之后让他进屋去排真一 成龙不肯 因为他知道妹妹不喜欢自己靠近他 次日醒来后 之后又送了他一双新鞋 成龙又一次傻傻地笑了 医生告诉真一 那小的每时每刻都工作得非常努力 我经常好奇 他想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从没见过他花钱 但现在我知道了 我昨天看到他给你交治疗费 还有他脸上的微笑 真一的病需要换肾 但测试表明 成龙的血型和他不匹配 成龙急得不知所措 阿英将所有积蓄拿给债主 告诉他自己一定会还清借款 请他把裸照还给自己 但这其实只是张很普通的照片 债主哥说自己爱上了阿英 只是不想失去他才骗他的 阿英将照片撕得粉碎 转身愤然离去 经测试 扇书的血型和真一完全匹配 扇书愿把肾捐给真一 成龙在医院里开心地跳起了舞 在门口向真一报告喜讯 别站在那快进来 成龙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看到哥哥瘦伤的右手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你怎么总像一个傻瓜一样受伤呢 你走路总是不小心 可过去你是怎么照顾的我这么好 真一去做手术了 这晚阴天天上没有星星 成龙的心里很慌 之后钢琴 你给我弹钢琴吧 之后的钢琴声能让星星掉下来 成龙 我的钢琴没那么神奇 不 之后的钢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之后的钢琴让世界变得更美了 更可爱 弹琴吧 之后让星星们出来 慎叔还不知道 寨主哥手里并没有阿英的裸照 要他把照片交出来 狠狠修了寨主哥一番 寨主哥恼了 找来两个杀手让他们做掉慎叔 告诉他们 慎叔手上缠着绷带 夜晚 慎叔回家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医院陪护做手术的妹妹 却遇上了两位杀手 你是男慎叔吗 见对方手上拿着板砖 成龙全明白了 他想起妈妈的话 为了妹妹真意能获得膳叔的肾 成龙替膳叔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 之后正在尝试重新弹套钢琴 在成龙的鼓励下 他终于迈过心里那道口 顺畅地弹起了小星星 被杀手们拍了板砖 一头是血的成龙 蹒跚着走向之后家 与之后一起经历了一幕幕 再次浮现了脑海 我的我的鞋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弄丢了 但成龙已经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的小妹妹 我必须照顾她 妈妈 我害怕 我害怕 之后家传出了钢琴声 人生的最后一刻 成龙又一起了多年前 之后坐在钢琴边表演的那一刻 在血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真意去取哥哥的死亡周明 田表示工作人问二人之间的关系 她是我哥哥 我是她的 她的妹妹 她是我哥哥 我是她的妹妹 她是我哥哥 我是她的妹妹 真意哭着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 因为她从没叫过她哥哥 可惜这句话 成龙已永远听不到了 真意来到哥哥的房间 看到她房顶上贴着很多备忘录 安静 别吵醒她 回家先去检查真意的房间 一觉醒来 先做真意的早餐 真意感动得不能自已 我们村里有个傻瓜 她有傻瓜一样的笑容 无论快乐还是悲伤 她的笑容是最明亮的 看到她的每一个人 都会露出会心的笑容 现在她漂亮的小妹妹 当她想起哥哥时 也会露出那样灿烂的笑容 慎叔接手了成龙的三明治小店 五个月后 只好重新回到屋中 用她精湛的琴技征服了所有听众 找回了曾经的梦想 成龙 现在我又回来了 因为你正在等我 你听到了吗 你记得的钢琴曲 我知道你听见了 谢谢 她很傻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 她很傻 只会做三明治 她很傻 甚至连头发都不知道该怎么洗 但这样的傻子 却用十年时间等候她的心上人 将近一生去兑现照顾妹妹的承诺 替好朋友背黑锅 也一句话都不会说 她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 但她是最忠诚的爱人 最懂得照顾妹妹的哥哥 最讲义气的好朋友 傻瓜虽傻 却用她的笑容 征服了身边的所有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关注我的公众号 搜索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更多精彩的荣油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